马路希尔的借舞反对一战成名 究竟亮子老师在之后的涂鸦中 也坐实了马路是喜欢舞蹈的 只不过 他的舞蹈很独特 要我评价 是那个时代 欣赏不来现代的舞蹈才对 阿罗哈 这里是祈祷变身的卡卡 马路的全名是马路希尔·多纳托 此刻的年龄是50岁 虽然时间长度仅次于112岁的纤细 但按照精灵一般寿命400岁来说 马路相当于人类寿命的10岁多一些 相对于疯狂魔术师尖尖的耳朵 他稍圆的耳朵尖也是后面内容的伏笔 不管怎样 精灵的成年是在80岁 所以马路才是队伍中相对年纪最小的 也因此 马路表达情展时 更像小孩子那样直输胸义 跳街舞 哭哭 生气 压打压打 相对年纪最大的是切尔查克 29岁在半身足50岁的寿命中 已经可以算中年了 两位角色设计上也是相对的 工作生活做到完全分拆的妻儿 是最短命种族的 抱持着孩童般纯真 把工作伙伴冒险小队的成员当朋友 甚至是家人的马路 却是长寿种 最初小队分懵离析之时 追求爱情的青年菊朗 选择回家搬救兵 追求收入稳定的纳玛丽 选择投考大企业 然而二人离开后 也依然坚持寻找法林 这就是人在稍微成熟时的选择 带一些现实考量的寻找梦想 只有这一老一小 留下陪着莱奥斯创意 马路是傻子 而切尔查克显然曾经也纯真 因为如孩子般纯真 所以马路觉得纳玛丽离队 是背叛法林 而当看到后者 发自内心的关心大家 马路立刻和解 希望他归队 被社会锻炼过的切尔查克 则难过的讲述了纳玛丽的职场现状 切尔查克作为半身族 且常年对付机关与陷阱 身体协调能力一流 马路虽然舞蹈能力顶尖 你们同意吗 但笨手笨脚 经常被切尔查克调侃 不过两个人看待彼此时 马路信任 且依赖切尔查克的技巧 喜欢金发的切尔查克 也会在冒险中相信他的水平 一路幕后小路是 上学时期 与刚进入莱奥斯队时 魔术师马路是没有腰间小包的 动画与漫画过去时间线 也都这样描述 但在我们看到的内容中 马路有着腰间小包 随身携带的魔法笔记 是贴身 且方便惯用手取出的右手边 这个小包是他演成契尔查克 后者特意帮他在道具店 砍价买来的 在酒精老师精心绘制的设定集中 马路是日常小剧场中的常客 那玛丽和莱奥斯 讨论女生长胡子的事 马路心虚说自己会刮眉毛 接着捂住脸挡住毛孔 女孩子嘛 果然都在意这个 变身者桥段 最能展现大家真实性格 三个假马路中 第一个长相离谱被排除的 是仙西心中的印象 这和仙西对金灵的阴影有关 这个马路很凶 也是其中的原因 所以马路问 这是谁的想法时 镜头里的仙西默不作声 第二个是笔记糟糕被排除的 这位是切尔查克的印象 因为她只是喜欢金发的女孩 并且魔术方面更信任马路 所以对她的笔记没有兴趣 决赛圈的马路是莱奥斯印象中的她 之所以笔记这关也能通过 因为莱奥斯本人是魔物图鉴作家 所以笔记甭管内容 至少工整程度不输本体 发现与冷静的性格 是此前复活法林时 与平日过大的反差 让莱奥斯印象太深 马路印象里的另外三位 也能反映出她的这时想法 最高大且满脸胡子的莱奥斯 是她的印象 因为法林曾说哥哥和自己很像 但马路觉得一点也不 所以处处强调二人的不同 留在决赛圈的切尔查克 脸最幼小是纤细的印象 虽然大家是通过包内物品发现的 但这也佐证马路了解切尔查克的腰包 决赛时那着温柔礼貌一些的切尔 则是她心中觉得半身足可爱的想象 催俱最离谱的仙西 是马路不喜欢魔物料理的心声 而且这个仙西和高大莱奥斯一样 体质重强壮 三位仙西在一起时明显脸正宽 决赛圈时 其实马路也一语指出假仙西的问题 这位仙西不觉得有点太帅了吗 但另外两位崇拜仙西的男人不觉得 反而认为真仙西有点呆 这里也略显夸张的真实反映出 男生女生在帅这个概念上 对于实力和外表的评价标准不同 35岁马路才进入魔法学校 虽然是第一才女不假 但年纪不算小 父母当做宫廷魔法师 所以家里的魔法教育环境很好 这也让马路的才女有了背书 同学间传的一些过分的谣言 马路会很实在地和大家讲真话 坦诚一直是她的优点 法林的精灵培养敏不遵守课本 马路第一时间不是嘲笑 而是客观的评价 所以法林最后结果惊人时 马路不是嫉妒与觉得没面子 她更好奇结果背后的想法 谦虚同样是她的优点 也正是品质与家境结合 马路的魔法书才会那样一丝不苟 表面主研究火魔法的她 闪光 昏迷 守护 水面行走 治疗 始魔制作与控制 样样精通 看似最不懂事的她 把研究黑魔法这个惊天秘密 一直到复活法林的最后关头才坦白 平时用魔法马路像着喜剧演员 但在复活时从法阵到骨头整理 严肃的她每个细节都掌握到位 也难怪会给莱奥斯带来大冲击 平时像着傻子 自己主业的事情不马虎 像急了上学时看着不学习的学霸 为好友愿意打破秘密 勇敢与信赖 也让马路更有魅力 久经老师绘制了马路上学期间的宿舍 入学第五天就成为老师助手 所以她的房间比一般学生大一些 药草干花 使用性与装饰性兼备 床下编制一半的安波洛西亚 那是她入校八年 43岁时开始的忠诚 顺道一提 马路魔杖名字的原意 是特别美味的食物 神的食物 所以她是逃不了这碗迷宫饭的 书架上是摆放整齐的文法书 而下属第二排24本红色的 是她最爱的言情小说 达鲁奇恩一族的整套 本来她是想解决身份疑虑的 结果被剧情吸引 看到水骑马时 幻想白马王子 这种小剧场的来源就在这 而水骑马的雪出现在湖面时 手握麻省的法师不想同伴出事 用力向后拖出让她吃魔物的二人 也是马路作为朋友最有爱的一面 人类会因为视觉 喜欢上很多人与物 没有被划走的短视频 留在聊天框的表情包 脑热时消费的无用品 哪怕是在二次元 光有视觉冲击 没法让故事精彩 人设好看的作品每年都有 但能留在三次元记忆中的角色 十年后回看 或许她的风格不再符合那时的审美 可她一定是除了金发碧眼外 在你心上留下了别的魔法吧 马路的小记到这里就找一段落了 感谢每一份三菱支持 充电与超级感谢就正感激了 想吃更多迷路饭内容的话 订阅与关注就拜托了 我原来是个很擅长浪费时间的人 人生的前三十年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突然开始需要平衡他们 一时手忙脚乱的 那么下期也许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